在下面这个图呢,它有location of tawA跟 tawB 所以其实这个就代表我的点B是2E啦 我的点A是减4减1啦 然后过后呢,它有一条直线 然后PQ是一条路 然后Such that the distance from tawA and B to any point on the root is always equal 它always equal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其实就是它其实讲它们是它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垂直平分 OK,always equal 所以它其实是垂直平分 就是这样 这样,它是垂直平分 然后它要你找equation of PQ So,equation of PQ这一题呢,其实它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呢,就是你直接做perpendicular bisector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gradient of AB呢 会是等于1-1,1-1 over 2-4 1-1就2,2-4就6 所以它是1% 然后我的gradient of那个perpendicular呢 会是等于-3,加变减导板过来 然后它的midpoint呢 我这一边我给它这个叫做M,M是它的midpoint midpoint呢,就是我的-4加2除2 然后-1加1除2 所以它的这个M呢,会是等于-2除2就-1哦 0哦,-10哦 OK 好,其实我应该把我的线画上来一点 这样它就可以放到-10 -1向后走1向上走0 -10应该是在这一边这样 好,不用紧 然后我要找它equation的时候 我就有 呃,y-0等于-3 x-1,就x加1啊 所以y等于-3x-3 这个就是我的equation so,y等于-3x-3 y等于-3x-3 所以是3x加y加3等于0 3x加y加3等于0 OK,如果有讲要写成general form吗 没有 嗯,就不用写成general form啦 OK,我会在我的答案那边这样写呢 是因为我用着method 2 method 2呢 它说它的那个 distance from A and B always equal 这样我就假设我这一条是local p moving point p 然后我的pa会是等于pb 然后我的pa的时候呢 就有x加4的square 加y加1的square 的square root 等于x-2的square 加y-1的square 的square root 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 这个x-2加8x加16 加y-2加2y加1 等于x-4x-4加4加y-2 然后-2y加1 然后我的x-2y-1 就是说我把它搬过去的时候它可以减掉 然后接着呢 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过来这一边 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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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x-5x加4x它就会变成12x 2y加2y它就会变成4y 16加1再减1就没有了 而这个其实也是加1-1就没有了 然后就16-4就加12 等于0 全部一起除4 432 等于0 所以我就有3x加y加3等于0 so 这一边如果我刚刚把我这一个搬过去 搬过去它就变成3x加y加3等于0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个呢 是我第二种做法 OK所以同样的一题呢 它有两种做法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做法 然后过后呢 它说another straight root xt equation是这样 然后traffic light view at the cost of the two find the coordinate of the traffic light 所以这个其实纯粹只是平时呢 我们是讲 就是它的那个西蒙天的西区圈 平时就是我们有两个equation 然后它那边就是说你这个是equation1 然后刚刚的这个是equation2 然后你就直接sub你的equation1 into你的equation2 你找它的simultaneous equation就是它交叉的点了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3x加2x加7加3等于0 OK我其实是这个 这个y等于这个放进这个y里面 它就变成这样 OK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3x加2x 它就变成5x 然后加10等于0 所以我的5x等于减10 我的x等于减2 然后我的x等于减2的时候 我就可以sub我的x等于减2 x2c减4 减4%1 就是说我的x等于减4%的时候 你sub进这一个 还有sub进这一个里面 然后你拿到你的y 因为是等于1的话 它就在那条root 它不在那条root的 不在的话呢 你就没有 所以我的x等于减4%3 我的y等于减4%加7 然后就减8%加7 3x21 21减8的话 21减8 就是13%不等于1 所以它不在这条root OK 所以它不在root st OK 然后我的x等于减4%的时候 我的刚刚的这个equation 是3x加y加3等于0 3x加y加3等于0 然后我这一边 我可以越减 它就减4 所以y减1等于0 y减1等于0 y等于1 你看y等于1 所以在这一边 我就知道我的减4%1 然后 呃 什么4 on pq OK 4 on pq OK 呃 4 on root pq 这样 OK 所以在这一边 它就 pq passed through pq 所以就是这一个 刚刚的这个equation 所以这一题呢 它的难度是什么东西 它的难度就是你对于你做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些什么东西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些什么东西的话呢 呃就好像在这一边它说 它是always equal的时候 你能够理解到它是perpendicular bicector 或者是你能够理解到它是locus 你都可以拿到它的equation出来 A的部分 B的部分 它这样来讲 其实它要的是simultaneous equation而已 然后C的 然后这一边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它这个点 其实如果我们照原本的那种问法的话呢 呃就是这个是soft simultaneous equation 这一个是讲C有没有在这条线 有没有在pq这条线里面 C有没有在st这条线里面 OK 然后这一个是属于kbar的 它就应用题来test你的理解能力咯 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用desmos来检查答案 我有y等于.3x.3 和我刚刚的这个3x加y加3等于0 是同一条线来的 然后过后它的点A是什么呢 它点A是那个什么 点4都号减1 然后过后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点B是什么 它的点B是刻E OK 然后过后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它还有 呃下面的这一边 它的这一个是y等于2x加7 y等于2x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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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一个y等于2x加7 你看这个y等于2x加7 你看它们了解的地方是减2减3 然后很明显的 它有经过这个减4减1 减4减1这个点 OK 减4减1 然后它在这一边 它的这个是减4比3 减4比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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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4比3 其实是在 这一个地方 这一点 嗯 好 所以你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你把那个 你用Desmos把这个东西画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比较的清楚的理解 你自己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们刚刚做的这一些东西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A的部分呢 它要的是它的perpendicular bicycle 你看 这个 刚刚的这个是A 这个是B 它们之间的这个点 它是垂直平分 你看到吗 它是垂直平分 这边 垂直 平分 这个是A 这个是B 然后 它这一边是它的midpoint 它的midpoint 刚刚我找到的是 那个-10 所以你看这一边 这个是-10 是它的midpoint 然后我的这一条线 3x加y加3 是我的pq的equation 所以这一条其实是我的pq的equation 然后接着呢 它再来V的这边 y等于2x加7的这一条呢 是我的st 所以这一条其实是我的st 然后它们两个交界的地方 是在这一个-23 然后过后呢 它就问 那个点-4% 这个-4%1 它是在pq还是st 所以你的这个-4%1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是在pq这一条线 ok st没有经过这个点 所以是pq这一条线 ok 所以 你 所以它在这一刻的 那一个 paper2的题目 它都会讲 solution by skill drawing is not accepted 就是说你不可以用来画 ok 因为你画出来 你可以拿到它的答案 ok 所以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啊 然后或者是你真的是很有时间的考试 然后你想要把这个做好的话呢 你就跟老师讨夺一张draft纸来画出来 来拿到它的答案 哈哈哈 ok 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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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